好 现在是记录 刚刚做的那个蒸愁其实是失败的 不过我后来又另外起了一个炉灶 起的一样跟刚刚一样放这么多的灶液 然后呢我先调了两大匙的饱和盐水进去 之后呢我就把原来这个东西 你看它失败就变成这样 下面是有点透明 上面就好像 对好像是发酵过的那个Yogurt 然后我就把它搅散了之后 一大匙一大匙的也是一样 先搅散了之后 然后再调进去 所以刚刚是从这边 然后现在又加这么多新的 就是刚刚失败不是很成功的蒸愁 然后你这样做做 做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搅动的时候 你一开始有点阻力 就是你感觉那个它浓度变高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比较成功的 到目前为止 为止还是感觉有点透明透明的 就是有点像蜂蜜的感觉 不会像这个失败的 就会变成两层 好你看看现在这个浓度 这个就可以拿来使用了 我想这已经非常浓了 再浓我怕待会儿 你用那个压头 那个pump 就压不出来了 好 所以有时候失败就失败了 我们就还是有办法补救 可是的确这个在蒸愁的过程 真的需要很多的耐心 所以它这个抑造蒸愁 我就不是那么喜欢常常做 通常是用那个打泡瓶 打泡瓶来做 那像洗手洗髮精 我都用这样做 我现在蒸愁的只有我的洗碗精 因为我希望它浓度 噪液的浓度高一点 就是很多肥皂在里面 那这样子很去油 这样就可以 好 那这个就是已经真正的蒸愁成功 然后你蒸愁成功的话 它会一直维持这样的状态 不管你一个月之后用 还是两个月之后用 它还是一样这样的浓度 可是如果失败的话 你大概放个十分钟左右 就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我今天我第一次发现说 就算是失败的话 你还是可以再另外再起一个 所以我用两个不同的玻璃瓶 这个是刚刚我在那个 从饱和盐水做到蒸愁的部分 就是一大匙一大匙 我刚刚大概加了七大匙的饱和盐水吧 然后这个是刚刚再另外调的 这就是真的调成功的蒸愁 就是一体造的蒸愁 好希望你们有机会试试看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当然就可以来讨论 因为我也还在学习中 好祝大家好运咯 拜